那么未来的一些引战机 或者现在已经有一些引战机 已经把材料和涂料融合在一起 中间的这层东西 它是可以通电的 或者是遇到电磁波以后 它可以产生电磁场 或者是产生电磁波 来抵消入射的雷达波 从涂料和材料这个角度讲 可以说是下一代引战机 必须综合考虑的一个问题 最好它的结构材料本身 就能够起到隐身的作用